当每天的第一日 一缕阳光刚洒进五龙河的村庄时 壮家妇女就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这份传统的工作从送长就开始了 一直未变 不管年纪大小 大多数壮族女子都会织壮景 三十多年的织布绣花经验 造就了于金凤独到而精准的纺织技术 我十三岁就开始制了 现在已经是制了三十多年了 我们这个装置是手工做的 非常好 不羁臭 越洗越还很暖和 好用 好处 不管多少年了 还是也用也好 传统的壮族锦绣技以代代相传 主要以棉线和麻线交织 用彩线织花 在正反面形成对称的花纹 壮景色彩对比强烈 浓艳而粗广 阳光下五彩丝线的交织和木枝基的歌之声 像古老的歌谣 被壮族女人用最美的姿态缓缓谱写出来 传统的手工织布是失踪壮族服饰的灵魂 蓝色和黑色 圆灵短衣 大腰身 阔袖口 袖口常常绣上了花鸟对称的图案 在工厂里流水线的制衣过程 在壮族妇女这里 就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 或许智慧从来就蕴藏在 这不曾遗失的传统手艺中 每当节庆时 五龙水寨的村民们 都会穿上传统的壮族服饰 在歌在舞 欢迎四面八方的游客 觅着歌声 来到村头的广场 二十个壮族妇女 扛着自己家带来的竹竿 摆成了一条长笼 伴随着竹竿敲打的节奏 壮族爱女 手牵手跳起欢快的竹竿舞 壮族是歌的海洋 舞的故乡 壮族的美丽少女 正唱着多情柔美的山歌 歌声在湿热的空气中蔓延 万物生灵 在这片美丽的土地 相容而居 树林簇拥 古朴依旧 古戎斜阳 清新而透彻的河水 穿过古老的石桥 河水映照出壮族儿女 黑蓝色衣饰 随水面飘荡起伏的 还有柔美的壮族小调 欢快的竹竿舞节奏 和织布机的旋律声 置身于高原水乡的 轻盈与柔美之中 壮家米酒飘逸出的 芬芳和醇厚令人陶醉 在这一切田径与祥和之中 内心深处的宁静之水 缓缓摇曳 这么多年来 一直在摇曳 摇曳着一个古老壮香的 神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